我們就來看看柯文哲 他當初是怎麼樣指控 其他的政治上的對手 說其他的人都撈到最後一刻 結果現在一攤開在陽光下 撈到最後一刻的究竟是誰呢 在台灣的政壇上沒有其他人可以這樣做 有很多人還在批評我們怎麼樣 但是 第一 他們都捨不得提早水準目光 因為他們都要撈到最後一秒 第二 他們竟然還敢拿假話票來汙汙汙 哇 每一句話都在打自己的臉 來來來 易閃請上來 2018年前詐騙集團共犯者對他出來說明 沒有錯 前柯文哲詐騙集團的車手 大家看到那個畫面 那台車子 跟大家講租金多少 他們現在不是租兩台胖卡嗎 租兩台200萬 你知道那個貨櫃還可以當舞台 辦了20場活動 你知道花多少錢嗎 多少錢 100萬 租金還0元喔 一場3萬塊花了60萬 佈置是40萬 因為裡面要裝LED燈 要裝電視牆 要有音響舞台 要有音響燈光 所以花了40萬做內裝佈置 租金是0元 支持者贊助的 這個是2018年的柯文哲 那2024年不一樣 現在是陳志涵在主導 不是我 這太爛了 手比很大 作為詐騙集團的前共犯 我一定要指責陳志涵 為什麼呢 你們的說法太爛了 你們現在要幫柯文哲怎麼說 沒有 那棟房子是幫小草買的 選錢他不是說嗎 年輕人都買不起房子 只要不放棄 大家捐起來 一個人捐200 阿伯幫你們買 對不對 所以阿伯有沒有幫你們買 買了 他有幫你們實踐選舉承諾 而且不夠 名字也應該要給小草們 我們全台灣都要買起來 繼續捐 小草繼續捐 陳志涵你要這麼講啊 你怎麼會說 沒有我們做辦公室 因為其他人政治人物的辦公室 都是用租的 對 而且政治人物 我現在知道柯文哲 為什麼不成立基金會 他不是說啊 我絕對不成立基金會 我也不成立協會 因為叫魔戒嘛 魔戒一帶上就打不出來 不是 因為如果你成立基金會 成立協會 這些所謂的政治的補助款 所謂的選票的補助款 會到哪裡 一般政治人物 都會捐給基金會跟協會 剛剛敏寬講過了嘛 他不是 兩次市長選舉 一次拿了85萬票 86萬票 一次拿了58萬票 加起來將近4000萬 全部他的房貸 所以你看他現在的財產申報 已經沒有房貸了 你就比較他之前的房貸申報 你是說他信一路內動 沒有房貸了 所以他兩次選舉 他不成立基金會 不成立協會 不成立政黨的原因 不加入民進黨的原因 是因為要捐給政黨 要捐給基金會 要捐給協會就不能放在他自己口袋裡 這是他的2014年跟2018年 而且2018年 2018年我跟大家報告 他之所以那麼省錢的原因是 他是現任市長 他只打選再打了一個月 而且他還裝窮說拿房子的貸款來抵押 借2000萬 對 跟大家講這是謊言 因為那時候我是他的幕僚 這招是我幫他想的 因為借出來完全可以還回去 你去給我洗門瘋 你去給我洗門瘋 我直接講是我騙的 因為這樣騙你們才會捐款給他 而當初為什麼借2000萬 2000萬無論如何都可以還回去 對 因為我們選票估計叫做60多萬 60多萬的話 那時候我幫他算大家60多萬票 60多萬票 你2000萬就可以回補你這個所謂的房貸 完全不花自己的一毛錢 所以他這麼幹了 這麼幹的結果是 他可以用所有的捐款來打選債 結果他的房貸還可以還清 根本沒有新增的房貸 來來來這邊要唸一下 這邊要唸一下來 柯文哲後來他又改口了 他有說 我們兩個都一生 我們兩個都台大的 然後呢 所以要買上一的房子 其實並不困難 這個理由也是我想的 已經用過了 柯文哲換個理由好不好 不要老是拿我想的理由 出來講話 這是因為2015年 他被所謂的國稅局查 因為他的小孩 現在這個房子 是他用他賣掉他舊的房子 買的新的房子 而賣掉舊的房子賣給誰 後來才發現 我2015年才發現 2014年我也沒發現 他賣給他兒子 所以賣給他兒子 國稅局就查 你有沒有正與稅的問題 後來他說他一年捐220萬 累積下來錢去買的 我都懷疑是謊話為了結稅 說真的啦 你兩個醫生去買這個 所謂的6000萬 他現在住的房子在6000萬 30年合理 所以我就幫他生了這個理由 我工作了30年 買了一棟6000萬的房子 是合理的兩個醫生 重點來了 現在大家不是質疑你 現在在金華街那棟6000萬的房子 大家質疑的是你為什麼可以買上班 為什麼可以看1.2億的房子 這10年你不是做醫生 這10年你做的叫市長 如果你做的市長 你現在可以捧4500萬 我覺得今天滴滴答答答 幫他算了1千2千萬 太小看他了 檢調動起來 去查他的1.1億的選舉補助款 有沒有從他的所謂的戶頭減少 如果沒有減少 他捧的現金是什麼 他捧的4500萬的現金 是哪裡來的 公務人員財產來源不明罪 再加上他北市府的三大人 對起來他就不是獨立罪嫌疑了 他就是貪污罪嫌疑 這個議帥要請劉布 因為你還有下一張 但是我要念一下 就是說我們現在看到柯文哲 我們在幫他算說4300萬 然後這邊進來1千3 那邊怎麼樣怎麼樣 真的都滴滴答答 搞不好他真的是一個大海 我們在跟他講漱口碑 但是他連滴滴答答都要貪 而且滴滴答答他也講不清楚 很好笑 然後你看同樣是台大的醫生 明醫施錦聰說 我們在台大醫院上班 醫師夫妻檔工作一輩子 沒有誰有辦法買一億的房子 因為台大醫生原則上 應該算是醫生公務員 每個月的薪水 其實也都差不多固定的 有沒有三四十萬 兩個醫生夫婦加起來三四十萬 有沒有行政值 有行政值可能多一點點這樣子 然後醫生 律師林智取也很酸 兩個醫生一個月25萬加25萬 等於一個月就有2525萬 這個是民眾黨的加法 有沒有 卡提諾數學系的 好然後柯文哲也的確 這四年每隔一段時間就在哭窮 然後每隔一段時間就要小草捐款 然後捐不夠還叫黃國昌幫忙開直播 然後黃國昌一開始 哇大紛紛的錢都湧進來 什麼一個晚上就有1300萬 然後就趕快關起來 你們真的是拿了不少錢